大家好 现在我录制重大解密酒 一 赵家人 做不得 要不得 二 没有十九大 三 共产党停 中国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 准备解散 四 习近平军事改革作废 今天我为什么要 说这个四项呢 是因为我看了 鲍同老先生的这个 明镜周刊的 鲍日四则 鲍月四则嘛 他在蒙古报李成吉思汉的 画像下 接受了蒙古女人的敬酒 也鲍同老先生 谈了十九大 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大 那将是个奇迹 但是我要回答的是说 十九大 没有十九大 十九大开不得 而是这个观点呢 实际上在一两年前 我都已经说了很清楚了 中国没有十九大 一个新的国家就要起来了 党道者死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意愿 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战略 我跟大家说呀 在 中国的历史上啊 鲁迅曾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小说 是吧 现在阿Q 你看 一个大子要配 你也配姓赵 我读中国历史啊 包括那个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后来经过调查呢 在海南岛那个地方 我一开始就觉得海南岛那个地方 不能有姓宋的 宋宋的人家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宋氏三姐妹原来姓什么 姓韩 大家都知道梁红宇雷鼓抗筋兵 梁红宇是吧 原来是个妓女 韩始忠啊 是他的丈夫 对吧 对他跟日军的军人配慰安妇一样 对吧 那么蒋介石是军人 毛泽东是军人 袁世凯也是军人 所谓赵家人呢 是什么特点呢 就把我开始了模拟大宋王朝 我读中国历史啊 第一 我只喜欢秦始皇 第二 我不喜欢汉武帝 第三 我觉得李世民真的 哎 没什么了不起 第四啊 我看了唐王朝啊 简直是 一个女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王朝 第五 我看着这大宋王朝啊 这简直我从来不看 看着大明江山呢 只有一个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 再看看元朝的蒙古人 他又是大型不无细节 他管不了那么多事 只有这满族人的爱心觉罗 勤劳至极 那是劳动模范 所以我最喜欢的是 青王朝 那么当时大家都开始模仿 模仿这个大宋的 这本来姓韩的人啊 姓韩的人家 假冒说他姓宋 出来了赵家人 过去有人在像精神病一样 说赵家人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多大作用 后来我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我一看 据我很早以前所知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完全是精神病的胡编乱道 为什么我从来不读资质通鉴 我对资质通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只对史记感兴趣 我对资质通鉴一点兴趣 我这么资质通鉴根本就不值一读 就跟他的成诸理学一样 没有任何价值 大宋王朝有什么特点呢 大宋王朝就是什么呀 取之不易 兄弟相残 血统不正 而且还不知钱为何物 不能理直气壮做人 待在之高扬儿 这就是宋王朝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宋朝 我特别不喜欢宋朝 所以说呀 我是中国人呢 不要做赵家人 不要做赵家人 赵家人做不得也要不得 对吧 怎么总说唐宋八大家 宋朝呢 确实也曾经是非常璀璨 吃饱喝足嘛 吟识作画 必然的嘛 但混到底 那哪里是个男人 不过是一个一群代代之高扬 所以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希望 稍微懂军事的 你都知道宋王朝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 所以说我就说赵家人要不得 做不得 然后呢 谈第二点 就是说这个没有十九大 为什么没有十九大呢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很明白的事情嘛 大家看一看政协 看一看人大代表 都拿着外国护照 对吧 而我和西约呢 是被绑架扣押 活摘贩卖 作为人体实验品 绝对的人民 我们的两个家族呢 是属于私人国家 以整个家族作为抵押贩卖 而毛泽东呢 是个人口犯的 马克思主义呢 是个精神毒品 精神毒品 如果过度的吸食的话 就成为毒品 少量的食用呢 它也有利于人体健康 就跟鸦片一样 是吧 所以我说呢 就说 十九大 已经没必要召开 应该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 对吧 以务朝 还钱放人 不要再召开什么十九大 前呼后用 你方唱吧 我登场 你不过是车轮战术 想把这些受苦的灾民 想把我们这些受害人 推到火车道的车轮之下 碾压而死 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夺路而逃 杀人灭口 畏罪 前逃而已 这就是你的十九大 什么叫十九大 十九大 如果胜利召开了 拿着说明 反人的罪犯 逃跑成功了 他谋财害命成功了 他霸占他人财产成功了 他忘了洗刷臭苗 偷懒患住 满天过海 弥天大谎 张冠李戴成功了 他忘了遮满真情 这就是白日做梦 所以十九大绝对不能召开 下面我在这里说第三点 我们的家族 我和我妻子的家族 作为抵押品 作为绝对的人民 对吧 作为绝对的人民 作为绝对的人民 我们是 这个国家 党政军的 最高领导人 按照中国历史的制度 是从我爷爷传给我的 与我父亲无关 所以我父亲拿了 家里的护克本 防产证 还有家里的钱 卫罪潜逃 这是犯罪 那是我的钱 我才是护主 作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 我虽然不是 中国共产党员 但是政党是什么玩意儿 政党是被人民服务的工具 作为绝对的人民 我当然是这个党最高的领导人 所以我宣布 中国共产党 终止一切活动 准备解散 因为你们吸食毒品过量了 一群毒品贩子 人贩子 已经高达九千万 瘾君子 人贩子 瘾君子 而且我给大家讲一下 在中国的民主人士中啊 有一个人叫张希若 就是当时呢 大家都知道我嘛 先是一小同志 被送进了仓库粉卖 完后木骨沉重 又作为生物计算机 充当了康熙的这个角色 绝对的人民的角色 那么康熙朝有三大兼党 毛主席进来的是什么 是四人帮 这三大兼党是谁呢 以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加上现在的 已经投靠了 要跟胡锦涛联盟的 习近平 所以我提醒习近平 要站好脚跟 你应该做什么 跟谁走 所谓邓家 就是欧巴 所谓江家 就是索国图 所谓胡家 就是明珠 这都是伟大 不掉是兼党 所以还有十九大吗 没有十九大 为什么 在这种格局下 不是这个兼党上来 就是那个兼党上来 他就只能成为 以辅反辅 以黑反黑 永远是死胸怀 所以十九大 不能召开 必须彻底清除三个兼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我在胡锦涛和江泽民 关系之间 我选择了索国图 对吧 由此而出现了习近平 这个太子两人 所以我习近平 我希望你习近平 要站好自己脚跟 不要跟胡锦涛 温家宝 搅和在一起 不要胡锦涛 你要站好脚跟 你是民主共和政大 所以我认为 没有十九大召开的必要 三个兼党 开什么大会啊 所以 中国政策 现在应该冻结了 不要什么胡锦涛呀 汪洋啊 王沪宁啊 孙政才呀 在这里上村下窍 什么韩正啊 你死我活 毫无意义 没有使者大 这些人 现在都暂时被冻结起来 留在将来的中国去 起伏伟用吧 等新的国家起来以后 这些人会派上用杀 现在都停止一切了 现在的看守 由现在有 现在的政治局 进行看守 张泽江 刘云山 张高丽 习近平 还有谁呀 王岐山 李克家 完全是看守内阁 等他新的国家起来 由军方主导一切 军方的总政事部张扬 调往 从脱离军职 调往政协 在外交事务部门 担任主任 军队不容易存在二一 是我绝对指挥领导 共产党已经终止 我现在宣布 共产党终止活动 准备解散 所以共产党对军队 不再具有领导权力 对国家政府机关 不再具有领导权力 国家公职部门将独立办公 这已经是我说的第几遍了 第四点 我要谈关于中国的军队改革 成立了第71到83集团军 和84空降师 这种改革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又不是小学生刚会数数 毫无意义 所以他军队改革无相 大家凑合了过 军人的天使是什么 叫杀人 胡同命令的杀人 不问理由的杀人 只要命令下达 就对对方指向死下 军人不需要思考其他东西 所以我现在 我跟大家谈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再重申一下这四点 第一 赵家人要不得做不得 第二 没有十九大 第三 中国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 准备解散 第四 习近平军事改革作废 所有的一切 从七月一日起升降 好 谢谢